湯井泥水將大橋直接衝斷 畫面相當精神 當地街道還有車輛受困 下一秒直接被大水沖走 歐洲中東部碰上近年最嚴重暴雨侵襲 從奧地利到羅馬尼亞都受影響 波蘭更是遭遇近三十年來最慘豪災 波蘭降下創紀錄雨量 部分地區水淹超過一層樓高 整個小鎮幾乎泡在水裡 更傳出有居民罹難 而這波暴雨同樣牆襲劫克 居民滿是無奈 因為房子被大水沖毀 家園消失在眼前 超過一萬人被強制撤離 而羅馬尼亞同樣成為重災區 有八個縣受洪災侵襲 大水共造成四人死亡 低氣壓系統氣旋緩慢移動 導致歐洲中東部災情如此嚴重 目前情況稍有好轉 但後續如何恢復家園 也成為居民下個難題 下點新聞 收報道